秋風起 個個都說食大集蟹 但其實是否大家都知道正確的食蟹方法呢? 到底大集蟹怎樣拆才不浪費? 在家怎樣煮才最好吃呢? 今次就找來東海飲食集團行政總廚劉志威師傅 和大家分享處理大集蟹的秘訣 買回來要洗蟹的 有個毛刷 在蟹爪、蟹鉗、嘴的位置 要拆乾淨用清水 這幾個部份連無位 很多時候都會積藏細菌和泥沙 如果大家想吃得放心 一定要慢慢洗乾淨才行 另外有些人喜歡白燒大集蟹 但如果放下滾水白燒 就會令蟹膏的精華流失 所以師傅說 食大集蟹都是清蒸比較好 在蟹上放發自需不下去蒸 四兩、五兩蟹 要蒸大約12分鐘 五兩至六兩的 要蒸大約15至18分鐘 順著去 如果你越大隻 蒸的時間就越久了 洗完蟹 蒸熟了 終於吃得了 擦搭蟹通常我們第一個步驟 就先開蓋 開蓋 然後將它一分為二 一分為二去塞 然後我們用蟹剪 沿著關節位去剪它出來 譬如蟹蓋裡面的部分 蟹黃 我們可能用蟹挑 挑些蟹膏出來吃 吃大集蟹的時候 都要留意這些部分 是不能吃的 蟹位和蟹心 它會比較寒涼 它在兩個眼位中間 有一塊白色的東西 細細粒就是蟹心 不建議吃的